看看新闻榜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这个是我帮你请的 这个私人保镖 私人助理 私人秘书 以及私人司机 还满意吧 就不要跟我过多计较了 大宝贝 二宝贝 三宝贝 四宝贝 都是你的 我呢就当你的五宝贝好了 好吧 这样其实刚才 就跟大家开玩笑 实际上他们是谁 他们是大名鼎鼎的 土耳其活舞舞团 掌声鼓励 他们这个活舞团 各个呢来讲 都是身怀绝技 下面就让他们 为我们上海的观众 带来一段 他们最最拿手的 肚皮舞 有请 肚皮舞 肚皮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来自星星的你 然后我们的写手团队的成员们 就疯了一样去追剧 倒不是因为好看 当然确实好看 他们不是因为好看才追的 而是因为这个剧 已经变成了社会现象 他们追剧是为了写段子 然后好养活自己 但是蛋蛋特别不爱看韩剧 因为明星们都整过容 分不出来谁是谁 比较肺眼 他又没有什么眼 所以他都不想看 但是为了生存没办法 天天就让女朋友陪着他 天天看来自星星的你 大概看了十集之后呢 女朋友就彻底爱上教授了 于是跟他提出分手 蛋蛋就问 为啥要跟我分手啊 女朋友真的是受这个剧的影响太大了 于是跟蛋蛋说 因为我们是来自不同星星的人 因为我们是来自不同星星的人 这句话是星星这部剧里面 非常著名的一句话 而且现在已经变成了什么 叫分手的金剧 是吧 赖宝这种特别花心的人 就特别喜欢这种分手金剧 那天他跟一个妹子感情结束之后 他就准备跟那个妹子提出分手 妹子问他为什么呀宝哥 他说因为呢 咱俩是来自不同星星的人 妹子当时就乐了 你可别偷了宝哥 你长这么寒碜 指定是地球人 任何一个著名的电视剧 都会留下一些非常了不起的台词 让我们至今都在沿用 是吧 比如说来自星星的你 里面有这样一句 叫出血的时候 要吃炸鸡和啤酒 是吧 为什么要吃炸鸡和啤酒呢 因为出血的时候 吃炸鸡和啤酒 不会胖 不可能 什么时候吃炸鸡和啤酒 都会胖啊 那是因为 出血的时候 任何谎言都会被原谅 出血的时候 任何谎言都会被原谅 哪怕气象局天气预报 跟你说今天是晴天 也会被原谅 那像这种了不起的台词 其实我们想把这些台词呢 叫做中寒结合一下 对吧 用我们那些特别了不起的台词 一起说 就是出血的时候 吃炸鸡和啤酒 也是极好的 那天 我回我们工作室 刚一上楼看 建国着急忙忙的 正在出去 我问建国你要干嘛去啊 他说 我去买炸鸡和啤酒 我说你为啥要买炸鸡和啤酒呢 我刚把李弹给打了 我说你打了 他为什么要买炸鸡和啤酒吗 你不知道吗 出血的时候 当然 有没有人想过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教授在地球生活了400年 他为什么不在中国 而是在了韩国呢 想过这个问题吗 我想可能 也有跟教授一起来地球的人 当时也是到了我们中国的 然后一直就幸福地生活着 直到后来呢 活不下去了 因为年龄实在太大 寿命实在太长 70年的产权房子不够住了 我们说 来自星星的你里面 教授作为外星人 拥有很多超能力 比如说 七倍于人类的听力 还有瞬间移动 是吧 里面有一个非常浪漫的桥段 但是很不合理 我们先说这个桥段啊 教授跟自己家里 全志贤在他家里 然后呢 教授给全志贤发短信 全志贤就说话 然后他就听见了 再回一条短信 挺浪漫的是吧 但是不合理啊 你明明会瞬移啊 你干嘛还发短信呢 你就 在这边听完以后 想跟他说 你就过去说完 你再回来呗 是吧 对吧 后来我终于想通为什么了 因为韩国三星公司出了很多的钱 要求把他们手机在剧里面做录出 同时呢 也可以让教授歇一会儿 是吧 同样是外星人 为什么教授就这么美好 是吧 同样是外星人 一剃 到了地球 差点被人干死 为什么呢 那就是因为教授帅 是吧 就是因为教授帅 这叫什么 叫外星人比外星人气死外星人 突然我就醒悟了一个道理 当外星人这件事 和做通口球这件事 是一曲同工的 只要帅就行了 是吧 你们比如说 来自星星的我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欢迎回来 叫马里口脱口秀 我是王子杰 其实不同的颜色 代表了不同的含义 是吧 比如说白色 白色通常能让人想到什么呢 简单 简约 高尚 纯洁 是吧 能想到这些词 那通过白色联想到呢 基本上就是什么 白衣天使 白雪公主 星雨星愿 还有白痴 那黑色呢 黑色给人的感觉是什么 首先是高贵 是吧 然后阳气 或者阴暗 或者酷 对吧 所以黑色能想到的名人 就是像什么 张飞啊 李逵啊 奥巴马 还有黑猫警长 那红色呢 红色基本上就象征着什么 朝阳 热情 是吧 热烈 爱 等等这些 那红色能想到的名人 都包括什么 关羽 是吧 大红脸 鹦鹉花道 关羽是脸红 鹦鹉花道 头发红 还有我是人红 前阵子上海某高校 发生了一件事 一个女生 身穿一身 洁白的婚纱 在食堂里面 向男生求婚 听说这个事了吧 然后呢 然后那男生 说什么都不同意 最后这个女生 给了男生一个嘴巴 然后男生呢 就泼了女生一身汤 然后转身离去了 那天我们几个人 聊这个事 说天事 如果发生在我们身上 会怎么样 战国说呢 我肯定也会 转身离去的 但是我会把汤喝了 赖宝说呢 我肯定就给她跪下了 因为我做人 有一个宗旨 谁跟我求婚呢 我就跟谁求饶 然后我说 蛋蛋如果发生 在你身上呢 蛋蛋当时就哭了 怎么可能就 这种事会发生 在我身上呢 那天我们聊天 说到脸红了 王建国就跟我们说 你别看我整天 得搜的哈 其实呢 我是个很内向的人 我害羞的时候 也会脸红 只不过呢 我这辈子吧 没害羞过 今天我们聊了 这么多关于颜色的事 在节目的最后 其实我们应该 感谢我们的生活 正是由于我们生活里 有这么多的颜色 才让我们的整个人生 变得缤纷多彩 是吧 我们的人生里面有 古式的绿色 苏丹的红色 奶粉的白色 还有雾霾的灰色 是吧 也正是有了这些 缤纷多彩的颜色 才成就了我们节目 这样幽默的黑色 从现在起登陆 新浪微博搜索 去多多就能够欣赏到 由本人亲情出演的 神奇视频 还有海浪去多多奖品 等你来哪 赶快行动起来 这一夜由你们认好 愿你们这一夜 过得愉快 谢谢大家 将来我的故居 肯定也是要被人装潢起来 卖票的嘛 对吧 但是我倒是不担心别的 我就担心 能不能给我的那个 像 稍微有点亲民的造型 是吧 比如说最起码 就是这样